大家好,我們今天會講解這條是關於Log的題目 亦都是公安考試經常,甚至我們可以說必考的題型 題目給了一幅圖像,我們是LogY等於M,LogX加K 當中給了兩個點我們,分別A點0,6和B點2,0 題目分了兩個部分,第一個部分問回M和K的數值 第二個部分,想要你表示Y是X的銜數,那條算式是怎樣 我們馬上看看怎樣做,題目給了的是這條算式 我們會看到它的結構是Y等於MX加C Y是代表Y軸,X代表X軸 X軸前面的數值是代表邪律slope 而單單的數字,即我們所謂的C,就是Y intercept 根據這條題目上的資料,我們可以找到邪律M 應該等於是這樣計的 Y1-Y2除以X1-X2等於負3 而Y軸前,即是我們的C,即是這次題目找到K,即是6 所以我們得出M的數值是-3,而K的數值是6 而B部分表示Y的銜數 好,我先把題目寫回一次,是Log Y等於負3的Log X 再加6 我們怎樣處理它呢? 就是把負3放上次方位,變成Log X的負3次 而6我們可以寫作是Log 10的6次方 乘以X的負3次方 這個就是Log Y 左邊是Log Y,右邊是Log 10的6次X的負3次 所以我們會變成Y等於10的6次X的負3次 即是Log 2等於Log 2等於Log 2等於2 我們透過這個步驟就找到Y和X表示的銜數 我們就完成這一條 好了,大家在這條中要學會幾個重點 例如Y等於M加C Log中的化簡 最主要是這兩個地方 大家只要學會這兩個地方 處理這條題目就沒有什麼難度 我們下次會講講其他題目 我們下次見,拜拜!